我們的課本已經去買了 還沒來,一定是來的 已經送去買了 兩次下單 你說我看到我嗎? 他怎麼有?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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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剛剛說 下禮拜之前就要 好 對 那我這禮拜之前就要 然後加 那還中了 好 我剛剛按了一下 他... 他有跟蘇珊講 他有把一次 打開 OK 所以已經知道基本 已經跟他講 對不對 他已經剛出到電影 他已經有...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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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切一下 啊 美味し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本课用的比较多 除了这个两本电版书以外 还用一本词题书 所以总共应该说有三本词了 实际上的词还有更多像Box Art 既然也有好几本书 那当然你不能把每一本书都念 那这个一定是 我们的做法一定是以这本课本为主 不然就不会叫各位买 所以这本是最重要的 那接下来的话才是说 你看我的网站 那我的网站你觉得不够的时候呢 你再去参考 再去参考说我们给你的参考书 那如果我们的网站又够了 其实其实应该还好 但是因为我们有城市 所以总有一些地方 你会发现不知道你怎么做 我不知道海数是什么 我不知道哪里有可以用的城市之类的 那你就必须要去黄罗商店 或者是我们给你的参考资料里面就在 OK 那这是正如课上的 那上礼拜我们已经稍微介绍了一些 一点点的 一点点的 跟课程有关的同事 包含基因实力 包含R軟體 怎么安装 上礼拜有没有人已经把R軟體安装前 或这礼拜 有没有人已经安装了R軟體 然后已经有用过 至少进去又出来了 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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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没有用的 好 因为他们听到说 很麻烦 只有下次再用 但是不知道要用 对不对 R軟體的安装 一点都不麻烦 很简单 很麻烦是那个 Enjoy的那个 排排系统的安装 那个才很麻烦 对 R軟體的安装 超简单的 超快 点下一步 对 点下一步 包含 通常你在30秒之内 就可以安装完成了 所以R軟體真的非常非常简单 不用想说 安装要花半小时 不用花半小时 不用花半小时 就用作为的人 开发的那个手机承词 那好像有人觉得安装 也就有没有钱 对不对 他最后卡在Aclibs Aclibs要选 那个经典 然后S 然后在最后 那 第一 明天我稍微再提醒各位一下 其实我们都有写 如果你真的 安装不及了 你应该是看 那个文件 还有文件的参照文件 还是开始开始 有时候会这样 每个人电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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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有空气 有些人同名剎皮 也会不同 但是 这门课的软理 不然全都剩90分 我就可以这样 这门课的软理 绝对很简单 如果你R有安装不起来 你现在就马上回到下 我搭产安装一次给你看 现在每台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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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R安装不起来 请你 请你立刻跟我讲 那今天我们要看的东西 有点 暂时还不想 还不想那么快 就马上进入台机 或机率 那我想先跟各位谈一个东西 就是数学 数学这个东西 那它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那各位对这个问题一定会没有兴趣 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对数学没有兴趣 如果你有兴趣 我觉得其实你是蛮奇怪的 有兴趣会不会在这里 OK 那有兴趣应该不会在这里 可能会在数学系来的 那但是呢 呃 大部分喔 即使你是 譬如说你 你大学是念 台大英科 也不见得会对数学兴趣 大部分的 并不会的 那但是 我们稍微看一下 数学在历史上 到底有什么用 没有想过 数学在 就是说在我们整个 整个几千年的历史里面 数学到底它 会过整个样的作用 那大家说会牛顿 会牛顿 牛顿 就是数学家 兼物理学家的 但是 不用问到牛顿 你去看一下 其实我觉得 这个比较有趣的法 是你去找那个 历史学家去问他 数学到底在历史上面 扮演了什么角色 通常很多历史学家 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 因为他们 没有研究数学 那他们也没有研究数学史 但是 像数学系的人 他们对数学史 就会比较兴趣 但是 如果你今天跟我一样 我从大学就一直问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从大学到现在都没有 就是说 不断的去反思这件事情 那最后你会发现说 当 你一直问那个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 数学是一个关键 那 那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啊 啊 那个问题是 工业革命 有没有人 你对这一个主题有好奇 有没有人 你对工业革命这个主题 曾经有过好奇 那不是 你历史科技的技术会形成吗 那不是 你历史科技的技术会形成吗 工业革命这个历史 历史上蛮重要蛮重要的一件事 对不对 你这样就讲 如果 整个几千年的历史里面 应该很少很少 有像这么重要的事件 可以跟它相比认论的 几乎很少 那 所以工业革命在历史上 是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现象 那 那 问题是 工业革命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 工业革命到历史 人类从畜牧变成 人类从畜牧变成科技 应该说 工业革命开始有了某种科技 对不对 那那种科技在我们今天看起来 是很厉害的 工业革命当时到底有什么科技 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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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比较晚 那我们一般来讲 会讲说工业革命 开始的时期 大约是在四七世纪中期 然后英国这个地方 开始产生的一连串变化 整个社会产生的一连串变化 那那段时期的变化 我们给它一个名字 就叫工业革命 那到底十七世纪中期 英国产生了什么变化 工业革命很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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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直工业而来 但是那太早了 因为真正大量开发那种动力 其实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 它才有那种科技随随 去开发那种动力 那一开始 其实工业革命 从比较简单的东西开始 比较简单的 没有需要那么大量的工业动力 而且跟石油跟煤 还暂时沉不上非常严重的关系 那一开始是真理仿制器 有印象吗 我如果理念课文 你会觉得工业革命 他也会提到真理仿制器 然后说真理仿制器在工业革命 扮演了一个状况的两种改善 为什么 手工业的机器 手工业的机器 但是真理仿制器之前没有仿制器吗 有没有仿制器 有没有仿制器 好像是有错中间房 那怎么办 真理仿制器之前到底有没有仿制器 有 有 那既然有的话 为什么真理仿制器重要 这边开始可以 就是 九层的机器 八二层的能力 如果表象的话 我们会看到说 九层的机器一层的能力 那意思其实指说 它进步了十倍 本来几乎都是能力的 那后来也有仿制器 但是这种仿制器基本上 就是 你会觉得它的手工也没有太大进步 OK 那到了真理仿制器之后 你会发现说 大家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它造成身材力 大家抵升 那为什么大家要抵升 因为它知道 问题是 请问真理仿制器的动力来给你什么 那时候没有人 没有人去开发 它们这种 这种 染料引擎之类的这种科技 那你既然没有这种 这种动力来源的话 那 蒸汽 蒸汽 那种瓦克比真理仿制器还要慢 对 瓦克巴比真理仿制器 但是瓦克比真理仿制器还要慢 那所以到底 水力 到底那时候是 真理仿制器是有什么动力 水 那用水 那用水 怎么用 水车 水车 好 那如果你有去看过水车 有啊 其实基本上有水车 对 隆士手 隆士手有一个脚踩的水车 有空去套路的时候 可以随便玩一玩 那 但是 真理仿制器当时呢 发明出来之后 他所需要的就不再是那种脚踩的水车了 因为不够了 假如的功力毕竟非常非常优先 你用人均查 那还得了 那所以 当时他们会做什么事情 有了真理仿制器已经 而且 他们要去 说 第一个 ulos作传门 他们要去找动力来源 哪裡有天来源源决断免费的动力来源 对 而且 在和的某个地方 他得要做一个水车 类似像水罢的功能 但是实际上 它是用那個旋轉來發展它的動力 然後透過那個旋轉 然後把它轉換成真理紡織機的動力 然後開始讓真理紡織機自動進行紡織機 只要在旁邊協助操作 那這件事情在我們現在看起來 我覺得非常非常厭遲 價值並不大 各位現在看到的東西呢 已經天上飛了地上爬了什麼都有了 但是在當時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東西 那發明了真理紡織機 這個數學沒有關係對不對 有沒有人會認為說真理紡織機需要高深的數學 我不認為它需要高深的數學 如果你上回幾百科 你可以看到這個真理紡織機的圓形 你應該也不會認為它需要高深的數學 但是當真理紡織機開始 開始之後 開始之後 接下來 每次蓋工廠 我們就得蓋在核的旁邊 而且那時候 真理紡織機是伴隨著第一代的工廠興起 為什麼 因為在這之前其實是沒有所謂工廠這種概念 那真理紡織機 那隨著第一代的工廠興起之後 人 原本住在農村 或者是原本是做其他事情的人 慢慢的往一個地方集中 那個地方就是河邊 河的旁邊因為蓋了工廠 有提供你很多就業機會 那你必須要住在那邊 你必須要 隨著那個工廠而生活 所以這時候造成一個現象 這個現象是什麼 正式心情 對不對 因為人一旦集中 集中到某種程度 那個地方就自然變成層次 所以你會去看說 我們現在在看那個層次的分布 如果你對那個建築系 他們做的東西有興趣的穿 你會看到他們會 有時候會研究那個層次的起源 那你會看到說 那種層次的起源是 通常是隨著某種技術 或者是某種交通要道之類的方式 然後才造成那個層次 那交通要道當然會造成層次 但是以往其實不會那麼大規模的 但是當這種自動化的工具 開始變得越來越有效的時候 交通要道的那個位置的優勢 就會自然出現 那再加上工業動力的來源 又本身跟何有關 所以整個人口就很容易 請坐請坐 同學幫忙一下 這樣太方便 所以動力跟交通這兩個因素 會集在一起造成層次的心情 而且不是從前沒有層次 而是層次更加的興盛 那當這件事情成立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接下來動力不足了 因為接下來瓦特巴黎的蒸汽機 然後呢 他就開始試圖用煤礦去燒水 帶動蒸汽然後啟動那些蒸汽機 那這個工業的循環就開始 但是在這時候 數學有扮演到非常重要的位置嗎 這個時候數學還沒有扮演重要的位置 但是在蒸汽機之前的大約一兩百年 數學就開始扮演的某種程度的位置 大約就是在中世紀歐洲 文藝復興時期開始 文藝復興時期開始 大約是四世紀十五世紀左右的時候 文藝復興時期開始 那文藝復興在歷史上也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他是跟工業專門一串 帶在一起的那種形容 那為什麼文藝復興很重要 文藝復興接下來的那個時期就是什麼 中間還沒斷 你稍微想一想 可以想一想 文藝復興到中念革命中間 你應該還可以想出一點東西 其實你念的就只有國中的歷史 你應該也可以想到一些東西 宗教感覚是有關的 宗教感覚其實是跟這個有關的 宗教感覚跟文藝復興這些東西是有關的 但是我所說的那件事情 比較不這麼溫和 十字句都分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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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宗教 我們講的不是宗教改革 文藝復興到多約革命之間 大約有兩百多年 這兩百多年 其實不是沒有事 絕對有很多事 這些事情到底發生了什麼時候 文藝復興之後 你會看到有所謂的什麼美術大師啊 你會看到有所謂的什麼美術大師啊 你跟他這些都在討 那米開朗基羅啊之類的這些人物 然後那時候歐洲好像還在那種 就是中古時期 你如果看那個電影的話 你就會發現好像就 對之的城堡臨利的那種樣子 對 那文藝復興是把歐洲 從那個封建社會整個拉出來 拉出來開始 有了不是封建社會的一種 一種樣子 那 當他拉出來之後 接下來呢 有幾個國家開始興起 這幾個國家 有沒有人 可以告訴我是哪幾個國家 最先興起的 是英國 英國 英國還沒有那麼快 英國是在工業革命時期才開始興起 對不對 法國大革命比英國工業革命更晚 法國大革命在1789 你基本上是18世紀 OK 烏爾旗 好像又有電照 烏爾旗 烏爾旗是一個文明悠久的古國人 土耳旗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它其實代表了從前的貿易的中間上 所以土耳旗一直在有一個在陸地上非常重要的位置 那所有的東西都要經過土耳旗才可以往歐洲運 歐洲所有東西也要經過土耳旗才可以往中國運 所以它是當時的世界觀裡面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交通書面 但是我們要講公立革命 講公立革命的話就有什麼問題 我給各位幾個提示 那兩個國家最近都發生了什麼 什麼國債問題啊 然後大陸諸四國啊 什麼之類的 西蘭 西蘭 西班牙跟葡萄牙 西班牙跟葡萄牙載的力度星到工業革命 這一段之間發生了什麼事 大航海時代 大航海時代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想到魯夫的話 那你應該就可以想起來這兩個國家 那 大海賊時代 就是那時候 OK 剛才你說大航海時代 大海賊時代 看人怎麼解釋 但是西班牙跟葡萄牙在那個年代 十五世紀 十五世紀開始 這兩個國家變成海上強權 為什麼 他們吃了摩托牙 吃了摩托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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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這個東西其實還可以往回溯 如果你把西班牙和葡萄牙再繼續往前看的話 你會看到十三世紀的石頭 威尼斯 威尼斯 他也在意大利 等 某個 某個地方 威尼斯這個地方其實十三世紀 他就是一個 海權精神的國家 那威尼斯屬於哪一個海 地中海 地中海 地中海有什麼特性 對 內海 你去想想看 你在整張世界地圖地板攤開 攤平了 然後你去找有哪一個海 是全部被包圍起來 但是有一個出口 那麼小小的一個出口 然後其他的都被包圍起來 你真的要在地圖上面找這樣的東西 要嘛就是完全內海鮮水服 根本就不出不去 那要嘛就是只是一個港灣而已 那你要真的找到像地中海這樣一個 風的好好的 然後呢 完全 完全 平靜無波的好 你還真的要找 地中海 當時威尼斯興起的時候 跟地中海有絕對的關係 地中海 這一個海呢 造成整個歐洲 從一開始就動盪不安 從他有歷史開始就動盪不安 各位一定看過什麼 烏馬圖成記之類的這些東西 對 愛情海那個都是地中海子 裡面的內海 那 烏馬圖成記那個愛情海 如果真的去西海的話 這麼爛 海這麼爛 這麼爛 就是 就是 反正就是很悠閒 對 那 那個 那個內海的效果 造成了一件事情 就是當他們 他們 他們在那個地方的時候呢 因為 海面很容易掌握 所以他們的航海 變得相對的輕重 不需要冒太大的風景 但是這次喔 幸運也是不幸 為什麼 一個內海 在風平浪靜的時候呢 人心不會風平浪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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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心會浪靜 人心不會浪靜 人心會浪靜 人心會浪靜 什麼震動 什麼震動 他要做什麼事 他要做什麼事 他們通常不會去佔任海 他們通常不會去佔任海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他想扣到他的岸 所以他跨過海去攻打別人 當他跨過海去攻打別人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整個地中海 原來全部都是站著 在地址上 就是一直站一直站 從頭站到尾 所以地中海是歐洲航海技術的企業 地中海是歐洲航海技術的企業 這件事情 跟後來的西班牙和葡萄牙 可以經由地理道發現 征服全世界有密切的關係 但是你會想到 如果你對地理真的很熟的話 你會發現說 其實葡萄牙根本就沒有臨地中海 那葡萄牙沒有臨地中海 為什麼發展渡海技術是嗎 因為當你航海技術到了一個層次之後 你就足以往真正的海前進 當你航海技術到了那個程度的時候 你應該往更大的海去了 不是一直鎖在地中海 所以從15世紀開始 他們的航海技術 經過13世紀的問題是已經構成熟了 他們的船不大 不像我們中國歷史上正和下西洋的時候 那種 那種 那種卡空母艦級的船 那麼大 對 那麼的船很小 像蠱蠱一樣 但是滑得很滑 又輕 如果你 如果你看過那個 劍橋大學的那個滑籠洲比賽 他們沒有龍舟 但是他們是滑船比賽 他們都流線型的超輕的 不像我們的龍舟真的離滑了 可能會滑掉 那他們的船本身就比較近 因為在地中海航行 不需要頓級非常非常大的船 但是呢 一旦它出了地中海之後呢 它所造出來的船 頓級會比較大 但是相對的 它還是比較流線還是比較輕的 那所以 當葡萄牙和西班牙 開始了他們的大海時代之後 他們從 往哪裡走呢 往美洲 往哪裡走 往美洲 往美洲沒有那麼快 因為美洲要好遠好遠 才可以到美洲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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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是第一站 為什麼非洲是第一站 你仔細看地圖 歐洲的下面不就是非洲嗎 沒有 歐洲的下面就是非洲 中間隔了一個地中海 所以當然只先到非洲 而且非洲很大的一部分 從有歷史以來 就一直跟歐洲 就是成在一起的一塊地中海 從亞歷山大 那個時起初已經打到地中海 已經打到非洲去 後來又打到印度去 所以 你會看到 歐洲航海的第一站 出來 出了地中海 還會知道先到非洲 對不對 但是一直 他往非洲 非洲 得到很多資源之後 其實他不可能 一次就跨越非洲 直接到亞洲來 他得到很多資源 他在非洲的沿岸 開始得到很多資源 那些非洲沿岸 本來不太有人去 因為大家都原本在地中海的這一邊 還沒往地中海的 非洲的另外那一邊 套海的地方去 所以那邊是未開發的處理地 那個未開發的處理地 就有了很多重要的 重要的資源 這些重要的資源 就是為什麼是大海這世代的原因 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今天你身處在那個時代 你拿著幾顆彈珠 去跟那個土著 換黃金 你問你問你發錢 你拿著幾顆彈珠 去跟那些土著 換一大堆 對於你的文明之內 非常有價值的東西 但對於他們那些土著的文明 是沒有什麼重要性的 你會不會發大財 喝大海這世代 對 所以西班牙和葡萄牙就靠著這個 往非洲的連浪一路走 一路發大財 而且兩國開始互相爭奪 誰先站到這個據點 誰先站到那個據點 就是我的 接下來可以一直要 繞過南非的好望角 南非的最難關 再往繼續 往遠東浪 遠東接下來有哪裡 全經過印度 全經過印度 那印度是個文明五國 絕對也有很多資源 再經過印度再繼續到 台灣還沒到 經過印度到台灣 還有滿多一段距離 現在會先到哪裡 會先到哪裡 我們一些友好友家 東南亞 經過印度就到東南亞 所以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新加坡的組成的人口 是三分之一度的 旁邊就是印度 所以新加坡的組成人口 是三分之一度的 三分之一馬來人 三分之一華人 那當它繞到 經過新加坡之後 你會發現從印度 到了東南亞 還已經先估計 所以新加坡天村 就是一個良好的交通 交通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些船到了這邊之後 所以新加坡一直以來 都是在一種 東海時代 興起之後 新加坡地理會 所以就變得很重要的 那接下來 往東南亞去 往東南亞去 這時候呢 西班牙、胡雜牙 又找到保障 它找到什麼保障 東南亞還有什麼 東南亞一開始 他們只找一個東西 跟吃的有關 香料 一開始他們找的是香料 因為你知道嗎 那個香料 一點點在歐洲賣貴的要死 但是在泰國和印尼 什麼錢都不吃 所以他們到那邊 就大肆地攪取香料 而且整個控制了 東南亞的那些百姓 就是讓他們為他工作 不斷地給雲南產生香料 運回歐洲去買 這一條是黃金路線 那接下來呢 有了香料 在經過了將近一百年之後 一兩百年 發現他們那邊還有保障 橡膠 橡膠後來在工業與製品上面 已經佔了重要地位之後 第一論還是由歐洲人再去 一直到今天 你還可以看到像普利斯通這樣的同事 那到了 到了東南亞 印尼 泰國 馬來西亞 之後再繼續往遠東前進 就到台灣的忙 到中國大陸 到廣東的忙 對不對 所以整個大航海時代 把這一個世界全部聯起來 對 那接下來他們就 有人演了 對不對 誰演了 荷蘭人演了 對 葡萄牙和西班牙起來之後呢 荷蘭人紀錄得要死 非常紀錄 你怎麼可以這麼有錢 他想要 但是呢 他 那時候 那時候 荷蘭 基本上還是一盤散沙 他不算是一個同畢的皇國 那時候 伊德蘭的皇國還不出現 那但是後來呢 荷蘭的政治整個改革 統合成功 國王 變成 具有相當權力的 而且 他整個國家 本來就在海平面裡下 本來就需要一個 非常強的海上技術 所以 荷蘭跟正恩時期 就 非常努力的 製造船隻 訓定海軍 後來他開始佔據了一些地毯 那 荷蘭跟起來之後呢 接下來 英國人開始基督 為什麼 你小小的荷蘭 可以掌握這麼多資源 你的人這麼有錢 但是 我大英帝國這麼多人 我 比不過你一個小小的荷蘭嗎 所以 英國也想要 這個是刺激他工業革命 那些基督的一個重要的利益 如果你沒有看到這一段 你會覺得工業革命是平空出來的 可能這種事情 通常不會發生 工業革命絕對不是平空出來的 但是 在西班牙古塔亞的那個年代呢 數學 有一點重要性 但是還不是很重要 那時候最重要的是幾何學 為什麼 造船 造船需要用到某種程度的幾何學 而且你看歐洲的那個略氣其實 它本身就有非常 幾何學上面的構造 現在 你 只看到造船的話 可能還不夠 因為 大航海時代的時候 除了造船以外 他們急需要一個東西 方位 方位 那時候已經有了 是專國人發明的指南針 對 而且這個東西已經很久了 指南針一定是非常有久 那麼還需要一個東西 你去唐牌 你除了需要一個指南針 以外你還需要什麼 光有指南針有用嗎 地圖吧 你連這個世界長得怎麼樣 也不知道 那時候根本就不知道啊 那時候畫的地圖都是什麼味道啊 到底這個在那個南邊 還是北邊大概位置 可能有點知道 但是 精準的 不像現在我們GPS 對不對 手機拿出來定位一下 就知道 108.12 137.69 全部都出來 對不對 你可以定位到自己中間 十公尺的地方 那個年代沒有怎樣 那個年代 但 你光是要去一個地方 你要冒生命危險 光一航海 方向錯人 可能全軍覆沒 可能整個船隊都不見 所以那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地圖加指南針 那 你地圖要弄得準 怎麼辦 要靠很多人工 再加上五間理論 為什麼 因為地球這麼遠 你怎麼畫 你就沒有辦法 要攤在意的紙上 很困難 有啦 各位有說動畫 對不對 接下來你會學到UVT圖 UVT圖 基本上就是把地球 這種 不是平的東西 拍拍之後變成平的東西 畫完之後再貼回去 好 那 當你看到他們 發現地圖這麼重要的時候 他們花了很多很多力氣 去尋找說 我怎麼樣子 把地圖弄得更清楚 怎麼樣子 知道方向 必用各式各樣的燈塔 定位點 這類的東西 知道方向 那 接下來 當英國人開始看到 這些國家 通過安排大發財之後 他想要 他想要 但是他拿不到 所以 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前 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 他的伊麗莎白女王 應該是伊士郎 還是伊士郎 他們 他們 用英國的海軍 打敗了西班牙的五體艦隊 取得整個海上的控制權 從此 他一要面子 海拳大鬼 然後 開始 把西班牙 在福大洋原本的地 統統都接收了 法國 開始覺得 我比你還要大 為什麼 你在我旁邊 這個海邊的英國 可以得到這麼多的老術 他開始 也要講這個話 所以慢慢的 可以得到這個故事的邏輯 可以不成功出來 待會兒我們再繼續看 我可以去搜尋的關係